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43天 最大的诫命 1977年 法斯托凯文哲主教和一些教会领袖 联名给当时乌干达的独裁者阿迪阿敏写了一封信 信中指责政府暗中操纵酷刑、仇杀和绑架 第二天 这个抗议团体的领袖法斯托的朋友 大主教贾纳尼·鲁姆被阿迪阿敏暗杀 法斯托凯文哲主教不得不躲藏起来 流亡海外 逃出乌干达后不久 法斯托出版了他的自传小说 《我爱阿迪阿敏》 他解释了为什么给本书起这个名字 圣灵光照了我 它让我知道我的灵魂其实很坚硬 因此我祈求主赦免我的罪 并求主赐我更多的恩典来爱阿敏总统 好像有股清澈的风吹进了我疲惫的灵魂 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主 并且被释放了 爱充满了我的心房 爱远远不止情绪和感觉那么简单 爱是一个要如何对待他人的决定 耶稣就是爱的终极典范 耶稣命令我们爱神 爱邻舍 甚至要爱仇敌 耶稣一生完全践行了爱的原则 甚至对待犹大 这个即将卖主的人 耶稣也毫无保留地爱他 因为爱 耶稣将生命献给所有罪人 十篇六十六篇十三到二十节 爱神 现在困境中的你是否向神许下誓言 如果祂解救你 你就会做某件事或停止做某件事 诗人就是这样做的 他写道 我要用繁祭进你的殿 向你还我的愿 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 口中所许的 神爱你 祂绝不会保留一份爱不给你 诗人赞美神 祂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祂的慈爱离开我 爱神并且爱他人 这就是你对神最好的回应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爱你 祂定会垂听并回应你的祷告 如果你希望最大限度享受神的爱 祷告蒙英允 就要竭力避免做一件事 诗人说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你应该向神坦白曾经犯过的罪 悔改并接受神的赦免 阻碍我们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障碍 是有意识筹谋犯罪 人若筹划罪恶 就无法带着清洁的良心来到神面前 也无法经历到神的爱 因为神在他的爱中 先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作为回应 诗人希望 人们能够聆听神的声音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 他为我所行的事 听他人讲 关于神的见证 特别令人鼓舞 见证可以鼓励启发我们 增强我们的信心 主啊 我要感谢你的赦免 怜悯和爱 感谢你多次垂听 并回应我的祷告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13章18到38节 彼此相爱 没有什么比基督徒 对彼此的冷漠 更能削弱 耶稣的真理了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更新 世人悔改 我们就必须彼此相爱 这意味着 爱那些来自不同教会 不同宗派 不同传统 持有不同观点的基督徒 这还意味着爱本教会的弟兄姊妹 分裂将导致败坏 爱却能带来合一 爱能吸引他人归向耶稣 奉耶稣的名来爱神 爱人 这应当成为我们最高的目标 只有拥有这样的爱 才能改变世界 此处 我们看到了三个人 犹大 彼得 和约翰 与耶稣之间极为不同的互动 他们三人的行为 也反射出我们的生活状态 约翰在亲密关系中 经历到了耶稣的爱 在所有的门徒中 约翰和耶稣的关系最亲近 他是那个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的门徒 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 四次提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这四次分别是 此处 定时自驾 空坟墓 以及耶稣复活之后 约翰表明 神要我们通过行圣餐礼 与耶稣联合 因为约翰经历了耶稣特别的爱 所以他在自己的福音书 和书信中大量谈到爱 约翰记录了耶稣对门徒的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人们无法爱的原因各异 犹大和耶稣的关系如此亲近 但他依然出卖耶稣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 犹大变成爱的敌人 他恨恶爱 他筹谋并决定背叛耶稣 但是耶稣选择爱犹大 彼得爱耶稣 但彼得也有人性的软弱 他一直从人的角度 来解读耶稣的使命 彼得说他会为耶稣舍命 但耶稣对彼得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基教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果真不认耶稣 但耶稣依然选择爱彼得 耶稣向我们发出了 惊人的挑战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耶稣爱罪人 所以为我们舍命 耶稣命令我们也要照样行 用牺牲的爱来爱他人 这才是真基督徒的标志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跟人传讲耶稣的最佳途径 就是爱他们 并且爱弟兄姊妹 当人们看到爱时 他们就看到了神 俗话说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社会充满各种番离 但我们礼当与世人不同 面对教会中背景不同 兴趣不同 年龄不同 种族不同 观念不同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态度是 彼此相爱 主啊 请帮助我们 向你爱我们那般彼此相爱 愿我们能够在不同宗派 不同教会 不同传统 和不同地区的基督徒身上 看到圣爱 愿我们的爱能够改变世界 旧约圣经 撒目尔记上 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三节 像神一样去爱 人总会经历被困难压倒的时刻 疾病 诱惑 世人对基督信仰的攻击 都会让你想要放弃 但不管敌人多么强大 只要神出手 你就能安然度过困难 在逆境中 更要信靠神 神正在寻找那些 对他有信心的人 撒目尔说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 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神充满仁爱 慈悲 怜悯 公义和创造力 他在寻找像他一样 或者说像耶稣一样的人 只有圣灵在人心中做工 人才会渐渐有神的样式 扫罗失败了 危机时刻 他失去耐心 恐慌起来 神曾告诫扫罗 要等撒目尔来再行动 但当撒目尔被担言 以色列人烦躁不安时 扫罗就屈服了 他更在乎讨好百姓 而不是遵守神的命令 扫罗的失败提醒我们 面对危机时 要有忍耐力 安心等待神做工 不要因为一点麻烦 就手忙脚乱 不要在慌乱时做决定 与扫罗相反 约拿丹坚信神的爱 他说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主啊 请你给我一颗如你般的心 一颗充满爱的心 请帮助我坚信 你对我的爱始终如一 感谢你通过圣灵 把爱浇灌在我心里 主啊 请再次用你的爱充满我 佩博的补充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 看见一群年轻基督徒 在一起工作的情景 我被他们对我 对彼此无条件的爱震撼了 我特别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真希望所有参加周日敬拜 启发课程 或者其他教会活动的人 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爱 今日金句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